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监会的暴力对决 观众方是屈服孔庙不战队 对面是雄狸团队 雄狸现在监会几分也高的 天天就跟这些豪门打 也不容易的 观众方大方是女儿博彪 女儿这边也是抢了一把一速 但看下回合有没有 因为这回合有侵蚀的 有侵蚀速度会提高一些 而最两方双雪是密室和华生加低伍的组合 看了一把鸟阵 小克观众方龙阵 5%开场第一回合 直接点女儿 又清晨女儿直接没了 结果还是比较快的 但是观众方这边先把对面低伏空了 小层挂不出来 那女儿倒也就倒了 倒也就倒了 只要有一速拉起来 偷个酒一把金钦 还能防小死 一举两得 能接受 现在观众方要做的是 尽快的把对面夜罗刹清掉 这波夜罗刹就清不掉 一回合有将近一万多的输出 也能打四千多 好像还可以的 闪现高速 解开地火 画一首小爽 诅咒之声 再补一首伤害 小爽直接挂中 两千 千一三点 带走 拉起女儿村 起个指 观众方女儿 还是有移速的 还是有移速 有移速就好打 反正无情跟兄弟打 多说不说的 那把移速一定要握在手里 女儿直接脱酒 然后一把金钦 还能防小死 保证化生死一口 凝之术给女儿 对面倒是有先发之人 也是一个比较强的东西 你看这小爽挂不住了 这把金钦也是价值连城 带走 女儿村 稍后站起来 还能再偷酒 然后再金钦 然后再防小死 进入一个循环里边 化生死 尽快把人心叠起来 两千八 连环阶 斩压 观众方神木 最后一个夜落叉 也带走 打豪门最大的问题 就熊烈 他这个区民 其实挺受限的 因为豪门 他这个法防高 熊烈的虚民又多 你碰上这种高法防的团队 虚民很难发挥 说自己想要的一个作用 对面小爽又来了 来针对观众方女儿村 换虚民 打你看初爆 打七百五 不初爆也就三百多 你看这个数据 实在是没法看 法防太高了 化生死 甜不甜 没有甜 一口活血 观众方女儿村还不一定死 因为对面两个雪 什么和石头这回合 都是休息的 等他不休息的时候 观众方女儿村就可以 一把金青 继续防小死 一把金青 继续防小死 舍身去一夜 我在对面 干脆开物件了 看你女儿村多久 我干脆直接开物件地狱算了 当然物件地狱的话 观众方就强拉不了了 不过呢化生死 下回合就可以把这个 大死亡直接吸走了 稍微影响一下 但影响不算大 这也是对面被逼无奈的一个选择 有了医术 开场可以控地狱 控好地狱以后 后续 女儿倒地 就可以开启自己的金青之路了 感觉这个节奏就很舒服 一般无情打 兄弟还就这么打 他就这么打 让化生死抖起来 再拉起女儿 回眼起上 女儿你看又偷久了 又偷久了 起了风 保证化生死能够活出这口血 但起了风以后 观众方化生死也就是一个起诉 这对面速度有点太快了 小索你看又挂不中了 进入这么一个死 怎么说 对于观众方肯定是良性循环 对于兄弟来说 那就是恶性循环 那这个时候 观众方也想反点对面了 但是 小索没挂中 石头先变身 看看这波 如果观众方女儿孙不死 对于兄弟来说 反而是一个好消息 那对面 下一波就可以真正的挂中一个小小 观众方女儿孙如果再倒地 又进入了刚才那个轮回里边 这回女儿孙没倒地 反而对面有点啥的机会了 一把岁月强够的化真色 没管这个地府 一把无魂地府小索这回来了 哎观众方应该空地府的呀 对吧 空了地府以后 你小索还是挂不出来 观众方女儿孙再倒地 然后又进入刚才那个循环里边 那小索观众方这波也是挂中了 大方可以拉起来 什么一把单戳 就看对面163 能不能扛得住 因为前面还有一波宝宝呢 够呛啊 不太会扛 宝宝便宜就行 两个就不需要用山额 163 观众方神木带死 扛 你这个 但是这样的话 观众方相当于是用神木换了大方 好像也差不多嘛 只不过大方是一个虚效 血线的门派 神木不需要血线 从这个角度来讲 好像神木换大堂 还是稍微转一点 但你要知道你是清空了一管子分都换回来了 那对面小嫂再点那两个都可以扔过来 大堂 大堂你可是没没什么法皇的 阎长 对面现在没石头 花生死 先活的神木 看看大堂能不能死 来 大堂没啥法皇的 大堂如果倒地 观众方神木就可以了 对面 一把延长扔出来 血神木再换一个虚迷 大堂差不多了 来血神木换个虚迷 大堂倒地 那神木铃刚才那把 换大堂 嘿嘿多少是 哎有点亏了 对面终于是打开了这么一丢丢的局面 也是由于观众方刚才去控了对面的花生死 没管对面的地 一把碎于控地 观众方解脱还是蛮舒服的 一个女儿村 如果面对兄弟的话 我相信观众方会 把九带的多一些 可能平时带五个六个 看见兄弟了直接带十个 那既然灰嘛 又不是五神坛怕什么 多带点 而且跟兄弟打你也打不到一个后期 所以药品 带九个九也没问题 少带几个药啊 因为打不了后期 药那么多药也没用啊 用不完啊 用不完 一万六对面突然想搞花生死 不过现在服战队的花生死 也是带的一六三了 也是带的一六三 这也是个问题 那下回合由于对面有速度 人家可以继续点观众方的花生 设一把两个血雨 小爽 挂中 两个血雨啊 163的问题了 哎 选择一个血雨 一个虚迷 163扛下来 再卡一个大金 这163救命啊 救命 一旦观众方化生死到底 可能这比赛 兄弟就要拿下你的 这年头啊 这些豪们跟熊气他也是 不容一样啊 最近在兄弟手里翻车了 好像就是 最近什么啊 雪山那天差点翻车 但最后 还是拽回来了啊 没翻车就是没翻车啊 你雪山差一点 紫禁城那天是彻彻底底的翻了 全程挨了 都没有反击他的余地 那一把小爽 再点观众方的沈木林 二观众方 这个时候女儿村也可以站起来了 女儿村站起来 可以继续开启自己的 金轻之路 四千六 恶爆 八千六 踩丢丢 化生死也倒地 两个雪什么就废了 赶紧舍一把 有速度就是猖狂 有速度就是猖狂 直接一把舍身取一 因为人家这回合 我把你打仓了 下回合 我可以通过我速度优势 我补刀呀 我可以再点你一个回合 我两回合点死你一个人就可以 比听 走一走 拿捏一手 观众方的沈木 五百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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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六三 扛下来 对面雪神木倒地 得刺好了 最近看兄弟玩刺行战术 看的比较少 最近好多比赛都看不见兄弟 好几个月了 没看见兄弟就是一场比赛 用十几次吃好那种 以前好多的 现在好几个月了都没找到这种比赛 感觉兄弟现在硬件也强了 以前实在抗性太长 老倒地 现在虽然也不强 也不高抗性 但比以前还是要强不少 再把石头小藏颠倒 打到现在 可以说队长坤基本上是没什么机会 观众方整体五个单位还不错的 化身寺这边人心 也是满的 随便活一活 神木这边也有上线 宝宝卡几个大金 手里的药也比较的充沛 除了这个女儿村 女儿村手里就剩下五个药了 太废了 来女儿村人卡大金 给刀神木 放化身寺一把血雨扔下来 再来一个 无间地狱 哥这朋友反冲刺了 化身寺先活的大堂 横扫千月 压对面化身寺 刚才说过啊 这化身寺一倒地 两个雪什么就废了 哎 小死亡解掉 立批 再把观众方神木林 没死啊 神又了 连神了两次 不过对面 酸化身寺倒地 但是毕竟没有小死亡嘛 一把慈黄救起来 还是一条英雄好汉 看看女儿村 能不能笑得过来 对面 两个 都是有慈黄的 但是现在有无间地狱 好像还不太好词啊 赶紧换个洋户 那边也是换了一个隐身的 不着急 对让方稳得住啊 心态 比较稳 先换俩宝宝 十多是救不了了 只能救一救 另外一个雪什么 和化身寺 恰巧这个时候地狱也倒了 观众方只要再控一下对面的雪什么就行了 对面就没有四号的机会了 来换地厅 一把无魂给女儿 小死亡 雪什么是不带遥流三的啊 雪什么是没有遥流三的 那感觉对面 四号无望 下回合地狱一打鬼眼 劈停封特技 没愤怒啊 没愤怒封特技 但是没封着 对面四号辞出来了啊 不过救的人有限 只能救起一个地狱 再加一个雪什么 扔掉一个地厅 还有一个地厅 当然还是那句话 就打到现在对面 基本是没啥希望了 就在这儿耗时间嘛 熊弟比较依赖前几回合的节奏啊 但是前几回合 由于关联皇无限的女儿村倒立啊 女儿村脱酒精精啊 女儿村倒立 女儿村脱酒精精 导致的对面好几次 小嫂没挂中 熊弟前期的节奏 他是没打出来 等到啊 进一步将关联皇女儿村 和大堂小嫂点倒的时候 那会儿已经是七八个回合了 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 七八个回合 手抓用掉再砸死一个 那就再换 啊 哎呀 这渠服 这个渠服 是啊 军火战士 一言不合 就给你成屁量的换地 打个兄弟 关照万象 一千切两千叶 战底加上 本嫂千军一下 两下 两下带走 再来 没鬼眼 这低低没鬼眼 那还能再坚持一个回合 下个回合 那一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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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身宝宝也出来了 战地加起 再加一个 再换隐身 换着玩笑 人家又出给隐身宝宝 两万 换着我又没打鬼烟 这回老老实实把鬼烟打上 拜拜 打了二十多回合 兄弟相当是真厉害 拜拜